哈囉各位壹店好朋友大家好 這顆芒果呢是我自己嫁接的 品種已經忘記是什麼品種了 嫁接的位置在這裡 那現在長得不錯了 移過來地質之後越長越漂亮 越來越好看 那老媽呢現在要幫他做就是那個 塑形的一個工作的屌威 就是讓他的枝條不要往上竄 那可以那個往下 這有那個 可以拿這來刷 在那邊釣 那邊釣對那邊釣對那邊 釣釣後面伏切的芝麻形就很漂亮 芝麻形就很漂亮 更好我們就好管理 這個白頭釣在若梨喔 這個白的那裡是ём本 若梨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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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梨的影響比較好 不是 這都軟 luego 軟л 軟л 趁果樹還小的時候可以做 一些作圍齁 方便點它耐ieved 你們有副鋼 鋼壁 它就虛形了 現在我們稍微微微包一下 這樣 這樣 它就虛形了 不要讓它帶在一條管 芒果是管理上就是需要套袋 比較麻煩沒有套袋就是果蠅會吃 會吃不到水果 所以還是要管理方便 還是要做一個矮化 大致就是往上串的枝條 都要把它平行 把它拉下來往旁邊 那現在老媽要準備一些工具 簡單的一個分享 就是跟各位講一下 趁果樹還小的時候 該做什麼事情 就不要去忽略它 不然等它長大之後 你就不好管理了 這次給各位的一個小小的建議 簡單的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